大家好,今天9月3日星期二 每個星期二都有一個嚴正聲明 我再重複一次 我個人並沒有任何Telegram、WhatsApp 和Facebook專頁和大家交流有關投資事宜 唯一交流投資事宜的只有這個頻道 為何還要強調 因為最近聽到有些朋友告訴我 他們有些朋友信鬼了一個所謂的騙子石鏡串 跟他們深入交談 有些人還被騙了錢 我不會好說 我每個星期二都會說 你別看我聽了別人的算數 總之如果有疑問請你打18222 好了 說完這裡就看看 今天的市道又是繼續回調 回調幅度不太多 沒有昨天那麼多 不過都是有回調 升的板塊比昨天多了一點 昨天升了三個板塊 今天升了好像七個板塊 五個板塊最多是電子消耗產品 這是舊換新的問題 有半導體、煤炭、汽車 以及其他金融 這裡升的 是一個實質上、經濟上可能的反應是好的 所以最後是有些擔心 不過又不是太需要擔心 因為這是實體的東西 不是虛幻的 好像其他金融、報酬等 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好了 看看電子和消耗產品 可信家電一定是 跟TCL電子 這些一定是跟 舊換新有關 跟著半導體方面 品質國際也很久沒有出現過 現在出現了 這些是肯定好的東西 例如SM太平洋 華雄半導體等等 EW Concept 都是實質上的 是有進展又好的東西 煤炭方面 我們看到 升的不是很大的東西 除了是 Mongo Mining 還有 南窩壁 中國巡法 都是有實際上好的 不過 也不是太大的 是股票煤炭股的上升 然後在汽車方面 這些就去了其他小的汽車方面 看到的就是 1211 或者是吉利 升幅都沒有這些 那麼反映的是 留意在汽車股 或者會回來 其他金融方面 這些就是 很其他的 是 所謂的 民間企業的金融 中國藝術金融 真是不知怎麽搞好 我們首先要看看其他板塊方面 越來越多都是綠色 好了 好了 接著看看 金融 再接著看看 這個 是今天的市 是怎樣 這是碰到 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之後 繼續下跌 不過 下跌的速度 已經開始緩慢了 這又緩慢了 最主要是守住 保利加通道中軸 保利加通道中軸 是174左右 174左右 可能也會 一些東西很奇怪 就算不斷 他應該是小聲 だから 小聲 不悶 是 不是 是 在 是 是